哈喽哈喽 欢迎来到我的虾皮卖场 接下来介绍一下卖场里这台相机 这台相机是目前超级火的佳能的IXY10S 然后它的亚洲版的型号叫IXUS210 同一台 然后咱们这台相机的稍微有一点点使用痕迹 但是这整个外观的话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外观 然后我们主要开机看一下 开机之前的话看一下配件 配件的话就是电池充电器都是有的 然后卡的话就用这个挖SD卡就可以了 然后最大是支持16GB的 然后我拿这个试机的话 我用1GB的进行试机好了 好 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 开机的话这台相机外观的话还可以 然后功能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功能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屏幕的话状态的话 没有任何的发黄老化黑点印都没有 但是有一个小小的亮点啊 这个亮点的话是有一点点漏光的感觉 有个亮点 我们拍白色墙面墙壁的时候呢 发现如果说正常拍摄的话是没有的 正常拍摄的话是基本上看不到的 就是这个 大概就是这样的状态 然后我们拍张照试一下啊 拍照的话这个闪光灯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其他的因为他本身也没有什么按键吧 都是这样呃触摸屏幕的 所以说我们就呃没有什么按键可以测试 但是使用起来的话是很方便的 只需要在这个地方呃设置我们想要的这个 想要的这个滤镜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想要滤液啊之类的 这样就可以了呃 然后呢呃 然后呢这个这个地方可以选那个闪光灯 如果说语言的话不懂的话可以拿那个 比如他这个菜单是很简单的 只有这几个是日语 呃就是需要我们需要语言能力的 我们就需要拿那个手机拍一下就可以翻译出来 就是有那种扫描翻译的 就拿手机扫一下一下就变成中文了那种 然后如果说英语可以的话 也可以把它设计成英语 啊这边的话有很多可以设置的 就是呃 我们可以看这个1G的卡的话可拍摄的张数是 呃 大家可以拍摄240多张吧 就LL size一下 如果说你要是1610G卡的话 就是22400多张 16G的话可能是将近3000张照片了 呃也可以选16G的 也可以选8G的都够用 我觉得啊具体要看自己的需求啊 呃可以看到咱这个拍照啊 闪光灯啊 还有这个对焦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 对我不是要设置日期啊 设置语言来着吗 对对对 呃设置的话在这个这个地方有个menu 然后我们可以选这个一些相应的设置 啊这个地方可以设置语言啊 远的话可以调成日语和英语的啊 然后如果说不想不想设的话也可以直接拿你手机扫描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给你给您演示一下啊 怎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台湾人用什么软件啊啊 比如说这个菜单他不是这个菜单他不就是这个 啊这个菜单他不就是这个日文的吗 然后呃我们这边的话 呃像台湾的话应该也有吧 哎呦 就是扫拍一下拍一下照的话 他自动就变成中文 啊他就变成这个汉语了 呃这种软件的话您可以呃 iphone应该是带的 呃您可以找一下 如果找不到的话可以跟我说 好 然后这个试镜影片的话就先拍到这 因为他没有什么按键啊 呃功能的话也都是一些正常的 呃外观的话也很不错 然后 整体来说还可以吧还可以吧 这边的话有一个 呃摄影模式啊 我们可以录一些影片之类的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 呃全自动档 然后这边的话是拍照的一个档 啊这个的话就是咱们的 呃相册模式啊 可以看到刚刚拍的一些照片 啊这边的话可以把它删掉啊 啊使用起来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容易的 而且这台出片的话是相当不错的 是仅次于130的一款人像橡皮 呃好 现在介绍到这里 如果说有什么其他不懂的话 可以继续来问我 但是你说的。。不要不要 衝上有一 acces 不妙的 直接穿起来